大家好,我是爱说话的老王 我又给大家带来一个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好消息 但是对某些人来说那就是一个悲伤的消息 这是一个美国研究员 美国这个属于军工类型的研究员 写了一篇反问式的博客 这两天这个反问式博客有点小抬头 可能后面还有一些慢慢给大家拿 听听他怎么说 中国十五马赫 俄国二十马赫 美国五马赫不成功 我们这是怎么了 听着有点有点晕 什么十五马十二十马赫什么玩意 你看他怎么说 就在最近传来了一个非常令人遗憾而又失望的消息 美国空军再一次设计制造的新型进行实验的 AGM-183A ARW型高超音速导弹 又一次失败了 但是这种事件的导弹还真的不能叫做高超音速 因为它的设计功能只有五到十马赫 而且还是在末端冲刺 而且还是在末端冲刺阶段才能进入到十马赫 由一架B-52型战略轰炸机进行了空中试验 又一次让我们遗憾的感觉到它失败了 而在中间的飞行测试过程当中 它的最高时速也不过只有5.5马赫 对比起中国的YJ-21导弹来说 相差太远 至少三四倍 对比俄国最新研制的新型高超速导弹 20倍音速 我们几乎是要更加遥远 这样看起来 美国空军现在已经完全的处于了一个劣势 要知道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无论是对于海上的航母 还是地面的打击目标 都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从目前的角度来说 我们还没有一种合理合适的防空导弹 能够拦住它 能够截住它 即便是用密集件炮火 也不可能瞬间挡住这种超高音速导弹 而中国却研发了这种成功型的导弹 并且火箭冲压发动机 火箭高燃发动机 以及爆燃发动机的专利技术 都在中国的手里 虽然我们掌握着有涡扇发动机很多的工程 以及其他的高级技术 但是在这个领域火箭发动机里面 中国人是完全领先美国的 我们这一次183型导弹的实验的失败 可以看出我们所谓的军工融合体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变掉了吧 之所以我说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在以前美国绝对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我们曾经多次研制过更好的导弹 而且我们也研究过像X37B这样的 大气层外的高超音速无人机 但是现在我们却不能研制一种这样高超音速的导弹 这让我感觉到非常的神奇 而且这已经是第三次实验失败 第三次啊 又失败了 挂跳航险 我有点小心赞的祸 不好意思 但是我们认为通过进一步的改进 可能还能通过这次实验 但是我就想问 如果就算是实验成功了 我们只有5.5马赫 中国的有15到20马赫 俄国人有20马赫以上的速度 我请问你拿这种导弹 想追他们吗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一步到位 就超过中国跟俄国 我们直接设置30马赫 或者25马赫 当然我说的这个可能会感觉到有些玄幻 可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我们即便是设置成功了 183A型导弹 那么它能做什么 它只能在被拦截的范围之内 而中国现在研制的这种导弹 当你在它没有做任何的动作的时候 它已经飞到了你的面前 如果中国把这种导弹改变弹道 当作拦截导弹使用 也就是采用导弹撞击模式 等同于没有导弹能不被它拦截 哎 坏条红线 聪明人 不是有点昂贵啊 因为拦截导弹通常情况下 要那个什么一些 稍简化一些 这个导弹你说要是用它去拦截导弹 那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 比如说 我插几句啊 比如说他们真有了5.5的这种导弹啊 那你可能啊 这个用咱们的导弹去撞的 这有可能 但是你说它就那种普通的导弹 你用咱的这个高超音速 外战二标撞它 那你还不直接打航母呢 你知道吧 那一尊航母不许导弹鬼 谁也没那么傻 那还有6000多人呢 换条横线嘛 所以在现在的局面下 我们必须要研发出其他新型的武器 要超过中国跟俄国 必须有一种强大的防御手段 不然我们这个短板 就是我们强大海军的致命落点 就读到人吧 然后听听下面网友怎么说 看看各国的网友怎么说吧 一个美国网友 这真是太让人感到遗憾了 我们的183A又失败了 有没有再设计一个188A 它能不能超过50马赫 一个美国网友 楼上的朋友 你睡醒了吗 50马赫 他们现在连5马赫都没有过去 你还要50马赫 一个英国网友 其实你们应该分析一下 这个导弹实验失败的具体问题在哪里 具体的问题 一个德国网友 美国人是分析不出来它的具体问题的 因为他们看着这枚导弹摔在地上 两眼发呆 一个德国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不好分析 因为在火箭冲压 以及爆燃发动机这些技术领域 都是中国人领先 一个德国网友 最早开始美国研制这种火箭的时候 是中国人的一篇论文提醒了美国人 他们才研制出来 你们想一想 那个时候是在上世纪的90年代晚期和2000年代初期 那个时候中国人就有脑子去研制这个东西了 有一个法国网友 那时候中国人没有这样的辅助技术 他们的炼钢不行 他们的很多东西都不行 所以他们造不出来 只能写论文 而现在他们能写论文也能造出来 一个印度网友 那么你们就去看看中国有没有发明的新论文 你们用他们的论文改进发动机就可以了 一个美国网友 你想象的真简单 从2018年以后 中国人就封锁了这样的高新技术论文 你不懂吗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不是说中国的论文被借鉴了很多次吗 为什么这一次不行了呢 一个英国网友 我同意那位美国朋友说的话 2018年以后 中国下了新的一个决定 好像是禁止这种高精尖端的论文再出来了 所以现在中国投稿的论文没什么价值 一个法国网友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现在虽然他们的论文价值不高 可是你发现仍然被引用了很多次 你就知道中国人藏了多少好东西 一个印度网友 为什么中国人不公开这种技术 我觉得这种技术属于人类 不属于中国 一个美国网友 我也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你要想一想 必定技术在他们手里 他们怎么愿意公布这种超级爆燃型火箭发动机呢 又一个坛子里的网友 那么结合我们和你们的技术 你看能不能研究成功呢 美国大哥 一个 这美国大哥我家的 一个叫美国 美国干爹就好了 那不行 又该说我侮辱了坛子里的网友 一个亚洲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应该踏实下来 坐下来好好研究 你们的实力并不弱 一个英国网友 是不是设计上有问题 比如说你的空气动力 比如说还是在火箭发动机 一个美国网友 我认为主要的问题 就是在这种爆燃型火箭发动机上 这种技术 美国并不是完全的创新和掌握 只是在中国人的手里 又一个美国网友 为什么中国人要砍我们的脖子 他们应该把这种技术和我们分享吗 一个美国网友 我们不是也卡着他们的脖子吗 他们也被卡得嗷嗷直叫 一个法国网友 这才有意思 你们掐着德国网友 看着你们谁掐得紧 一个德国网友 很有意思的模式 两个巨人都在掐着脖子 相互之间使劲地往里头挤 一个欧洲网友 可是那个贼却有更好的发动机 一个欧洲网友 贼的速度可能很好 但是我相信他的制导没有那么精确 不要忘记 贼还有一半是电子管 有一个英国网友 你想错了 贼现在也在开发芯片 他们的速度快追上中国了 有一个网友 我们也在开发芯片 我们开发的是流分芯片 已经超过了0.01纳米 有一个弹罪的网友 我希望能跟美国方面合作 我们如果加起来的力量 还超不过中国吗 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想你想多了 这种高爆燃火箭发动机的转推力 你是很难做得出来的 只有中国有这样的专利 一个日本网友 我同意亚洲朋友的意见 我反对那个炮菜 他们根本就不懂 这种高超速火箭冲压发动机 和爆燃发动机 现在目前为止 只有中国和俄国能够制造 俄国的火箭冲压爆燃发动机 比中国的燃烧进程略短一些 一个印度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 为什么中国跟俄国 能够造这两种发动机 而美国就不行 欧洲也不行 一个法国网友 这真是笑话 欧洲本来就没有这样的冲压技术 又一个德国网友 这一点我感觉到很遗憾 真的造不出来 一个美国网友 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如果美国方面研究不出来 这样的爆燃型冲压发动机 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再研究了 一个日本网友 这一点让人很挠头啊 就是这样 所有的自由民主国家 研制不出来 研制不出来 可能就都出不来 只是被中国和俄国捏着 一个欧洲网友 为什么那个再也就能研究 我很不明白 一个印度网友 俄国人研究火箭发动机的时间很长了 从前苏联到现在 他们有很高的能力 我怀疑中国的这种发动机 是不是又是俄国人那个翻版 一个谈自己的网友 我觉得有些像中国人善于抠背 他们到处的剽窃人家的设计 一个美国网友 你们俩都说错了 楼上的 中国这次真的是他们自行研发的 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觉得美国人必须要服气 这个领域 我们真的不是他们的对手 一个美国网友 这让我们真的很害怕了 如果没有这种高超音速导弹 至少我们要达到十倍音速吧 中国的一个叫做 八腰的导弹 都可以瞬间达到十马赫的冲击力 而我们现在连5.5马赫都没飞过去 又一个英国网友 这一点真的让我也觉得遗憾 为什么呢 我们研究这么长时间的火箭发动机 怎么就在爆燃和冲压两种发动机上 被卡住呢 一个美国网友 冲压发动机 我们虽然能过那一关 你们都知道 那是通过中国的一篇非常有价值的论文 提醒了我们 我们改进了公益 但是爆燃发动机 他们没有论文了 一个德国网友 你们可以想办法让他们交出这样的论文 比如说给他们更好的奖励 一个法国网友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既然是中国最高官方下的令 我觉得那些人不敢这样做吧 一个亚洲网友 我好像记得那不是一个法令 而是一个建议 所以你们可以想别的办法 一个印度网友 我觉得美国人不能再这么想了 你这么想就算剽窃了吧 一个印度网友 我同意这位印度朋友的意见 如果美国人这么想 那么你就是剽窃他们的技术 中国人会说 哇快看哪 美国剽窃我的技术了 一个法国人 哈哈那真是两百年来最可笑的事情 终于中国人叫出来 美国人在剽窃我们的技术 一个德国网友 这一下美国就成了世界上的小丑 加一个plus 一个美国网友 不要这么说嘛 好像你们都挺高兴 不要忘记 如果中国愤怒的 这种YJ21导弹 会落在你们每个人的头上 一个欧洲网友 那么就是不去招惹中国 他就不会愤怒了嘛 就这么简单 又一个英国网友 我们有一句传统的话 叫大炮 叫真理 大炮的射程就是真理的所在 所以我觉得 你不应该反对这句话吧 又一个网友 又一个英国网友 我觉得同一楼上的观点 如果中国人有了这种超强的 武器 那么他们就掌握了真理 真理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 我完全同意 一个德国网友 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真理不是用嘴说的 而是用手段说的 只有双手有了铁拳才有真理 又一个美国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同意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遗憾 这次实验又一次失败了 我不知道美国空军 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又一个亚洲的网友 我觉得你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美国朋友 像一个另外的办法 比如说激光 比如说其他的武器 一个运动的网友 你们不是有五十一号基地吗 去问一问那里的外星人 有没有神奇的力量 又一个谈着这个网友 你们的五十一号基地不是很神奇吗 跟他们要一些技术 你怎么打败中国人 又一个日本的网友 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传说 就像中国人歌里唱的 不要迷恋歌 歌只是歌传说 又一个美国网友 这一些说到这里 都是非常非常无用的话 我觉得还是想办法突破吧 好吧 这个比较短 就给大家再留着吧 哎呀 这个看来这个YJ21 这个玩意儿对大家刺激性很强嘛 美国人这一次的ARW又失败了 哎呀 哎呀 那些公知们赶快飞过去 帮帮美国人吧 他都要酷似吧 好吧 你们有什么意见 在期待下面 支持好网站长安三秒 我点赞网站推荐 加网关注 谢谢大家